请 送红酒啊 既不会太隆重 又显得你有品味 一旦谈判成功 那用咱们送的酒庆祝 那感觉那么气氛 那面子不就一下全找回来了吗 行吧 你怎么穿成这样了 我 我穿成这样怎么了 我私下呢 就这么穿 先来吧 田佩兰 你们家还挺好看啊 第一次来也不能空着手 这个呢 就当是见面礼 这酒 很好喝的 我不喝酒 随便坐吧 我给忘了 他有心脏病啊 让田佩兰说中了 真是来请我吃饭的 你不用麻烦了 我不太饿 这是给卡洛的 不是给你的 那 我是白准备了 什么意思啊 我带了这个 他 这凭什么不吃我的呀 你确定吗 卡洛 人家饭那么好吃啊 卡洛 好吃吗 我 这么爱吃啊 我 你看 是吧 这么香啊 卡洛 你咱们有点稚气 真没出息 吃饭 情约 喝酒 神奇相拥 竟然到哪一步了 真是 怎么啦 没事儿 我就是想说 你们家这个装修布局 还真挺 挺简单的 我不喜欢复杂的东西 卡洛 你是不是觉得 我一个人在这儿待着太无聊了 过来陪我了 你给姐姐带的什么好东西啊 新玩具吗 来 我陪你一起玩 卡住了 你不是想让我陪你玩吗 给我呀 给我呀 你别想多了 他不是想让你陪他玩 他只是想炫耀一下 他嘴里的玩具吧 真不愧是你的狗 卡洛 好了 你看一下这个 田林动物医院投资策划书 你为什么想要投资田林啊 其实呢 我可以投资很多的医院 只是恰巧你们的医院 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 所以呢可以帮我 省很多的时间 我会收购胡总手里全部的股份 并且购买田东青手里 百分之二十的股权 要这么说 你注资之后 我们占三成 你占七成 而且我要当田林的院长 把握绝对的控制权 还有经营决策权 可是要没有决策权 那以后田林变成什么样 就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了 理论上是这么回事 但是 论经营跟决策和管理 你们比我专业吗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你这叫趁火打劫 还想让田林变成你赚钱的工具 没门 作为一家企业 本来就是要利益最大化 你开一家宠物医院 难道只是打个幌子做慈善吗 那也比你打着慈善的旗号 昧着良心挣黑钱墙 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对于你们现在医院的状况 你别无选择 我当然有选择了 我选择不接受 田林是我爸大半辈子的心血 我不可能卖给你 你随便吧 没关系 我不接手的话 田林也会变成别人的 路都是人走出来的 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 我一不需要你的帮助 二不需要你的施舍 我田田绝不会为你这五斗米折腰的 再见 再也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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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